那么在特征组的这个部分呢 今天比较重大的案件呢 就是来借题邱毅仁 那么邱毅仁到底要谈的是什么话题 大家说是不是有所谓的专机运钞的这个部分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机密外交 包括了安雅专案 那么邱毅仁今天的时间呢 被借题了大概是七个多小时 比较特别的呢就是说呢 除了他之外那一方面前国防部长 蔡明宪也出现了 那么比较特别邱毅仁他并不在 特征组当中 他呢选择在第三地来询问 而且似乎也有跟前国防部长蔡明宪 一起来对职 要厘清机密的外交案件 邱毅仁那个时候是国安会的秘书长 这边在2006年 红潮围城的时候到帛琉出访 到底有没有可能利用空军号 把钱给汇到海外 既然特征组说 如果有具体的线索就会追查 在台北看守所等了二十几天 邱毅仁再度被提训 顶着三公分的平头 他没有被带到特征组 跟过去几个被告讯问的地点不同 这次被送到台北市调处接受讯问 是台北市调处提训邱毅仁先生调查 机密外交有关事项 那有查有关于这个空军一号 是不是有在前这件事情吗 跟这个毫无关系 邱毅仁否认提训邱毅仁和总统 利用空军号出访 把钱运到国外有关联 但邱毅仁是当时国安会秘书长 总统专机上有没有不正常的行李 他应该有所掌握 没有 我会以为这个消息传出 就是空军一号可能有一次在一起的状况 那我们这个部分有要继续追查吗 我们没有这样的情知 所以有打算要针对这个部分来做追查吗 如果有具体线索 我们会深入了解 机密外交案被约谈的对象 包括国安局 外交部人员 还有前国防部长蔡明仙 哪个状案 这不可以跟你讲 没有事情了 这个就是帮助他们做资料的认定就这样 好不好 好 谢谢 讯闻邱毅仁的地点 选在特征组以外的第三地 由李海龙检察官负责征讯 经过七小时邱毅仁还押看守所 秘书长后备军团委屈 秘书长 李阳毅仁没所有参与待遇 特征组将对外界质疑的空军一号 在运陷阱案进一步追查 中令新闻戴秋龙李小玲洪淑芬 台北报道 中令新闻戴秋龙李小玲洪淑芬